哈喽同学 欢迎收看ASEP凯页数学 绝对值跟平方的提醒 你在这个单元绝对会遇得到 那观念其实真的很简单 你们不要把它想成说 你看到绝对值又看到位置数就很难 这个提醒你先把观念听懂 什么叫观念听懂 我们来复习一个东西 在你的国一上学期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 有一个人X4 那他的绝对值叫做0 那你一定会回答我什么 X多少 0啊 对不对 只有0的这个状况嘛 第二个 如果我今天说有一个人叫做X的绝对值 再加上Y的绝对值等于0 那X跟Y各多少 你这时候可能会想说 不对哦 好像有很多种解哦 那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假设这个答案选项叫做1 1要加多少才会是0 是不是叫负1 可是绝对值出来有没有可能叫做负1啊 不可能啊 绝对值出来最少最少叫做0 不然就是正数了 绝对值出来的答案绝对不可能是负1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绝对值加绝对值是绝对值加绝对值是0的话 只有一种状况 也就是两个个为什么 00的时候啦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再加一个人进来 假设再加Z的绝对值 三个的绝对值加起来是0 只有一种情况就叫做三个绝对都是什么 0 OK 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我就可以延伸到第18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绝对值加起来要等于0 换句话说 你刚刚的观念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的每个黄色的地方永远都是什么 0嘛 对不对 也就是3x-y-2 它其实是0 6x-y再-5 它也是0 那3x加4y加可以也会是0 好 所以我就用第14跟第24去算出x跟y 算出来之后呢 我再把它带进去就好了 OK吗 就可以求出k了 来下一个 先移向好了 虽然这样子也可以直接减 可是老师希望你养成一个好习惯好了 这个叫做6x-y 等于正5 好来把四字 这个叫做第14 这个叫做第24 我们把第24-第14来看得到什么 2-1 得到了6个-3个 会得到3个x-y跟--y不见了 3x等于5-2叫做3 好 所以x就等于1 那我们来带一下看y等于多少 先算一下 好不好 3 1带进去 1带进去 1 3得 3 对不对 1 3得3 3-y等于2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 y就等于几 1 y就等于1 好 抱歉 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步骤 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步骤 我用这两个人算出了x是1 y也是1了 再来第二个 那反正我刚刚已经知道说 3x加上4y 再加k 这个都是0了啊 对不对 他们整个也是0 那我把11再带进去 得到3加4加k 等于0 所以k就等于多少 丢过去就叫做负的7 k的答案就出来了 OK 好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老师帮你再把它整理一下 对不起 我画个分线 所以只要发现说 绝对值加绝对值加绝对值是0 那一定就是一种状况而已 就是0加 0加0 这里面永远都是0 答案就可以算得出来了 OK 第18题